去之前你们知道有个乡精巧这么一个地儿吗 不知道 我也是头一次知道 假如说你们的父母把你们的资料以这样 广而告知的方式放在那儿 你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让我妈知道那个地方的 我会我会跟她在家里面把门关上 戳戳头发 所以你是接受不了 不行 真的不行 因为目的而目的以后很 头很不舒服反正 所以你有类似相亲的经历吗 有过一次 去年的年底 突然就发张照片 一个男生照片 然后我妈就说怎么样这个男孩 我当时就特别不敢相信 我妈会做这个举动 我就噼里啪啦给我妈怼回去了 是那个人你仔细看了吗 我不喜欢那样 我不可能单凭一个照片 然后呢去决定伴侣 所以她接受 她就说反正就是两个人是朋友吧 你不要误会 她就是这样说一下 可以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是吧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知道了 反正你说你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也知道 明白 小云有过这种吗 没有 你妈不催吗 我妈也不催 你爸不催吗 不催 三姑六婆 不催 你其他人应该也没有类似的经历吧 八年 上什么情 是 我的青春都给了她 我还要上什么经 哈哈哈哈 今天就 Valentin 我去 cryptocurrenc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